好,谢谢大家来又关注我的频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前几天发的一个短视频 去到岛上的我一个出租房 去看我的排污水管更换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具体这个坑要挖多深多宽 是要根据当时的地理的这个状况和土质的这个状况来决定的 虽然给我报了一个价钱 但是呢,他们讲这个价钱呢 也不是非常准确的 要看当时的这个情况 总之呢,我这次已经打好了花几千块钱的这个准备了 像这样大的这种维修呢 在我管理出租房过程中呢,也还是第一次 好,首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要换这个排污水管 我这个房子呢,出租房也是比较旧了 大概有60年左右的出租房了 那楼下呢,我的租客前大概四个月前吧 跟我反映,说呢,他在用这个洗衣机的时候 马桶呢,咕咕的响,而且呢,淋浴那边呢,也在往上泛水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可能什么地方堵住了 我就雇了一个plumber过来 他过来之后呢,他就用那个咱们说的这个通渠的这个snake 给他通了一下 在他通的时候呢,他也感觉到了在某个地方 就是在我的前院的某个地方呢,可能有什么地方 有堵住,因为他在这个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困难 他当时怀疑呢,是可能是树根 树根进到这个排污馆里面了 通完了之后呢,租客就继续来使用,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大概在这个几个星期前吧,又发生了同样的一个状况 后来呢,我就又找了一个plumber的公司过来帮我通 他通好了之后呢,他也是怀疑这个水管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那这种情况我怎么样避免 他说呢,你只有拿这个摄像头放到那个管道里面 才可以看到,到底你这个管子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断裂 是不是树根进去了 那后来呢,我又约了他,又花了几百块钱吧 去帮我拿这个摄像头照了一下这个管子 那照了这个管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 排污馆呢,是那种瓦制的这种管子 在这个几个接口处呢,他说都有这个断裂 另外呢,是有这个树根进去了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排污呢,就不是很顺畅 我就赶快的,我说那就赶快安排他们来做这个维修 这个工程呢,因为比较大 这个呢,基本上需要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呢,就是需要找这个挖土的 就是挖土机的这个公司 另外呢,就是帮我来维修的这个plumber的公司 然后他也跟我讲,他说呢 他一直在使用岛上的这个挖土机的这个公司非常的不错 而且他们之间呢非常的熟悉 他说如果你要自己找其他的挖土机公司呢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工作会做得怎么样 他建议我用他推荐的这个公司 那大家呢,可以看看我呢,从头到尾录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上不到8点钟 这个挖土的这个公司 挖土机过来了 就是要把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这个前院 这个是这个正门 这个旁边呢,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要给它挖开 大家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爬藤了吗 这个爬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它呢,就是花开得特别的漂亮 紫色的花 但是呢,它的根会泛滥的到处都是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次我要把这个 两边的这个爬藤都要给它剪掉 现在这个被对质的这个 它就是这个plumber 就是它用这个摄像头帮我看这个管道的 跟它们挖土机的这个公司讲一下 这个到底在哪里挖,哪里有问题 我跟他说 那边挖完了之后 这一边的这个爬藤 我也想让它们帮我给剪掉 那么多汤 那么多汤 这么多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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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啤酒 这么多汤 这么多汤 看看这个 哇的情况 我的天哪 啊, well yeah, we're almost like it's very near, so I mean, you need to take a couple more and then we'll put it up did you find it? yeah, it just keeps sloughing in well, that's it though well, we've got a few hours after this 排污管 已经全部露出来了 现在是下午4点钟 他们基本上把这个管子铺完了 然后呢,就是 挖土机的公司呢 会过来填一下土 我开始也没想到 挖这么宽的这个坑 然后呢,他们因为怕 因为太高了嘛,不安全 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土的旁边 都是堆了这个板子 然后呢,拿这个木桩子 给它固定 这样呢,两边的土就不会 往中间跑 你看这个呢,就是挖出来的这个 这个瓦管 有几处都有这个破裂 好,这是第二天早上 他们过来呢,就开始填土了 我看他们的做的还挺细的 他不是说光是把这个 浮土就填上 而是说他会用这个压度机 把下面稍微压一下 然后再填上面的这个松土 我房子右边的那个爬藤 我也是让他们帮我剪一下 我也是让他们帮我剪一下 这个花呢,真的是 好看是好看 但是呢,它爬得太厉害了 都爬到我的窗户下面 包括阳台上全部是 好,第二天呢 大概用了半天的时间吧 他们就做好了 把这个土全部填完了 上面呢,是铺了一层沙子 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非常的满意 很多的朋友呢,在问我 这次到底花了多少钱 他们也是非常的好奇想要知道 我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他们的账单 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在接下来的这个视频中 大家再回来关注吧 从这边呢,可以看到那个细节 红色的这个砖 也是当时呢,我跟他们说 让他们尽量保留 所以呢,他们给它聚开了 然后呢,还原,还原得非常的好 对于这次的经历 我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做地产投资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前一段时间,记得一位群友在问 投资房应该什么时候该卖掉 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定不是出租房 该卖的时候 但是很多人是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卖房的 首先我们遇到问题呢 一定不能够放弃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首先想的应该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去放弃 我记得在我的微信群里面 有一些朋友 因为遇到了很多租客的麻烦 他们呢就决定说 把这个出租房给卖掉 就像我这个出租房 在我2017年买的时候 是不到29万 现在的市场价钱 至少要到70万 如果几年前我的房子出现了问题 我因此而放弃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 我也不可能有这几年的这样的收益 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立定心志 就是在我们买出租房的时候 就要做长期的打算 无论在这过程中 出现了任何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租客的问题 我们都要积极的去面对 乐观的去对待 我们说方法总比问题多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告诉大家 我和大家是一样的 我的出租房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控房的问题 租客提前解约的问题 也希望我的频道和我的课程 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地产投资的过程中 能够少走弯路 并且能够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扶持 让我们地产投资的道路 走得更加的顺利 更加的长远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就订阅 接下来的视频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我出行的另外一个收获 就是我由一个出租房 是空房了两个月 一月和二月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租客 这次我去那边 给三个租客看了房 我找到了非常满意的租客 而且这个租客 他offer了我一个租金 比我登在广告中的租金 要多150块钱 为什么他会多花150块钱 租我这个房子呢 那请大家来继续回来 收看我的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